市長想要再問一下,那你怎麼看現在就是陳水扁,就是說因為你民眾黨是第三黨,在選舉上面還是受限比較多,所以他認為黃珊珊到最後一定會被棄保 2020年的選舉,我常常說每一次的不管是選舉或執政,我都把他當作改變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 選舉是這樣,有時候他有時候是考驗人民的道德,有時候考驗人民的智慧 那我常常認為是這樣,到今天為止我們2020年的選舉,在林志堅的論文事件,前面再考驗台灣人民的道德這個關卡大概已經通過了 那下一關是這樣,考驗台灣人民的智慧,如果你要綁在過去那30年那種藍綠意識形態的對抗,就是說心中只有藍綠 那再也沒有其他選擇,也不管說國家的執行力啦,這種社會安全啦,國際民生啦,國防安全什麼都不管,每天在那藍綠這樣互咬的話 其實那個氣跑的問題才會出現,如果台灣人民在考驗這個智慧這一關過了,就是說我們不再被藍綠的意識形態綁架 那也許這也是個,這個選舉的結果就是另外一種面貌 所以是這樣啦,選舉有時候是在,選舉不僅在考驗人民的道德嘛,在考驗人民的智慧嘛 那就看看今年這場選舉到底,台灣人民的進化程度到什麼程度,這也是個考驗啊